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会让大家开心的入门范例 我们难度不会太高 我们直接选用它当前有的模型来制作 帮我选择到这个叫黑的female 这个女性的头部 这个头骨 那大家可以先把你的这个参考图放在后面 这时候你可以搭配上方这个功能 它叫SeeThrough 那这个功能呢你把它拉到100 它会透出底下的图片 你可以藉由这样方式来参考 你就不用一直切画面可以调整它 那像我这边的话我个人是用双萤幕 就是我另外一个萤幕是摆着参考资料 这样也会比较方便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效果 你可以从file这边有一个open去开启我的范例 这先不用存 反正还没做 这边有一个zbrush人脸范例 那我这边有一个脸部的制作前后比较 开启 那我们这堂课呢就要利用这个范例来让各位熟悉 你的zb的这个雕刻技巧 还有它整个操作逻辑 那最后呢要由这个女性的头部完成像这样的一个男性 我觉得这个女变男我们可动的地方就很多啦 那包含说课程会带到这个像眉毛啊 然后像一些上面的节礼啊 甚至是胡渣啊 的一些做法 那我先把这个档案开回去 那我直接选择demo head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雕刻 那在刻之前大家先不要急着刻 先不要急着刻 OK我看一下 我们呢先用move笔刷 然后move笔刷 这边 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快捷键 像move笔刷的开头是m 你可以按一下m 这边他觉得快速的跳出都是m开头笔刷 那我需要的是这个v move笔刷 这也是他的快捷键 我选择到move 那在用move笔刷的话有一个技巧就是你的笔刷要大一点点 不要很小为什么 很小你拖出来会很像被狗啃过一样啊就是 会像这样 非常的不平整 所以我们在做move的时候呢 一开始在塑型的话会建议同学先 将笔刷放大一些 那今天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女生调得像男生 那我们就可以顺便来讲一下男女的差异啦 那基本上男生的美股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所以我换个角度我利用move 先来塑他的形 比如说鼻子我希望他有一点阴勾笔 那这个部分见仁见智咯 看大家同学你们不一定要做跟我一模一样 你可以 去调整出自己喜欢的一个 脸型 然后我让他的鼻翼稍微宽一点 稍微man一点点 眼头稍微缩 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来 调整他的一个眼神 调整他的眼神 这样我让他眼睛不要那么的大 眼睛是比较 下垂的 比较 轮血一点点好了 然后美股让他在稍微突一点点 那这边是全股 全股位让他稍微膨一点点 这个部分在塑形的话就是 大家依照喜好就好了 这个并没有 一定的答案 因为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那有可能你跟我选择的是不同的参考资料 这来是嘴巴 那我男性嘴巴我就不要让他那么的封唇了 所以我稍微的把他的 上唇稍微压低 嘴巴我让他稍微大一点点 让他有精神一些 美股稍微的往下 比较凶一点点 比较凶一点点 在这个时期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男性的话我是觉得说他的下额这边 这里是我们的咀嚼肌 这里是我们的咀嚼肌 就是 咬肌 让他 稍微宽一点点 那下巴我让他再 凸一点点 然后也稍微宽一点 因为毕竟是男性 先稍微这样简单塑个形 然后 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话脖子可能会 粗一点点 稍微把他的 脖子调出 那你会发现我在制作的时候一直 不断的 变换角度 因为这个是3D所以 同学如果说你本身是2D的玩家 不是玩家 就是2D的这个使用者 比如说你原本是画2D图的 画插画 可能会对这边这样比较不习惯就是你要一直 换角度 这也是3D跟2D最大的差异 因为我们是3D的 给他一点点喉结 男生嘛 我们先用这样子一个面数呢 什么叫面数就是 就是他现在这个网格有没有很粗糙 我们现在这个网格没有太多的情况之下 先来做一些 比较 整体的 调整 那调整差不多我们再去 磕这个细节 那这个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塑形阶段 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 来塑形 其实现在这样子 就跟他原本的造型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边我们介绍到了Move笔刷 那待会呢我们来看看怎么开始雕刻啦 大家